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剛才的身上線提升 一邊聽一邊 幻想自己都是SAS 軍事迷可以再研究 看多些軍事知識的專業人士 這個題目有點抑鬱 這幾天特區政府被人罵到怕街 大家看今日的東方日報 數到雲,派錢派到一匹市 交通三隧又跪下 最新的隧道 用了幾百億起的隧道 中環灣仔繞道 中環灣仔繞道 導致更加多塞車 這個問題我用回這個節目的常用角度看 就是說放入世界 哪個地方塞車最厲害 曼谷塞車我自己感動身受 因為是試過的 但這筆東西我就不說了 我想說法學佬因為你開車 你解釋一下這兩天 那條隧道開通了之後 究竟中環和灣仔發生甚麼事 我自己猜的 如果發生這些事 其實未有這一條中環灣仔繞道 出現之前 你根本的灣仔 你匯展新役 舊役 金字景廣場 那些路其實 你漢次裏面 龍和道 你走海皮 去到哪裏 其實你計六條數 你去到尾 都是依賴告示塔路 現在你再加一條 中環灣仔繞道 情況都是一樣 因為我剛才 我節目前 在六點多的時候 就走了三轉 這按照我的要求 我們做節目 也有一點 有些駕駛 不會駕駛 不會直接說 尤其是我不駕車 所以我剛才跟法學佬說 如果這件事 法學佬很剛才說 但我們就不可以直接說 因為起碼要去駕駛 開駕駛 或者親身試過 我兩轉 我都沒有 無意義說 我看路牌 我看路牌 我第一轉 是由西西瑞 西瑞國海 在西瑞香港 西環出口 然後出口 然後去內中環 這條片 我們可以先出一出 你開了這個格,我們現在不發聲 右邊指示是北角,就是走廟道 我不走,我假定是走到中環 如果我要去中環,我會走左邊 你也看到摩天輪,大家都知道 地下寫著中環兩個字 問題出現在這裏,如果我要去中環,我旁通了這一邊 我一路走,不用怕,下去 下去下面,我怎樣去中環呢 我還是要轉右,穿過高士打道,這邊的路去做 即是你這一條所謂繞道 暫時,因為我以我所知 還有這條路在封鎮,還未完善 這條旁通,但我現在就這樣 這裏已經塞了 正常,因為今天跑馬 你留意這條路的用處,怎樣走,怎樣繞到中環 你也是繞到這間外面 但如果你要去中環,還是要轉右 轉右嗎 對呀,轉右,你直去就彎仔 你直去就彎仔 你直去彎仔,一定要轉右 那你轉右吧,現在你轉右吧 對呀,轉右,看看轉右後會怎樣 現在是大家切來切去的 這邊又切去,那邊又切去 那邊又切去那邊 對呀,待會第二條片更恐怖 那我就拍了兩條片 我整個行程只剪一些比較重要的 對呀,對呀 總之,你由西瑞去中環 我跟老牌走,就一定是經這裏 油膝 對呀,你預先,我著機就六點四十分 在九龍臨過西瑞前六點二十多分 那大約去到七點鐘,就是那裏 但問題是,我不是試塞不塞車 我試路怎麼走 好了,這條第二條片 這裏就是由質如蔥 質如蔥就回到中環方向 我又是照應 這條就是管內的 兩邊都寫著,是雙八線 留意地下寫著中環 是 左右都是中環的 這裏不能切線 一定不能切 現在左邊可以切右邊 右邊不能切左邊 好了,兩邊都是中環 中區 中環、中區這樣 去一下來到這裏 一減慢 那邊的機場快快 那我當然是減一減這邊 一減這邊 減一減右邊 這樣就去,50 這樣就收了 收慢 好了,到這裏 左邊是機場 在鑼濕上 我不會走左邊 我已經被人撥了 那為什麼 我看不及怎樣走 首先 我看不及後面撥了 我已經 我第一次一定不會 來到這裏 這個位置又是被人罵 罵女混蛋 好了,我又要減慢 我看看中環怎樣去 我已經向彎方向了 不知道走哪邊 然後還要被電單車佬灰鞋 我 看看 那 那 不關我的事 大佬 對不對 無辜 好了 到這裏 中環怎樣去 我車頭向金鐘 向彎仔 我是跟牌的 那我唯有 我自己對香港道路的熟悉 就在前面的位置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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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前面 還有幾十秒 看看這幾十秒 發生什麼事 如果 我又 開車 然後繞到 去 打算走中環方向 我就是這樣 帶來我 那 會不會有第二些路 會不會太複雜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純粹看路牌 然後就新路 轉過來這裏 看看有什麼事 這邊都封了 長期擋了警察 在這裏 唉 接著 就說我要去中環方向 就這樣走 也說了 現在是隧道仔 再上西街道走廊 就 反方向 向彎仔方 簡單來說 第一段 不是經過過隧道 不是經過延道 是直直 那裏已經有塞了 對 因為我兩方面 我假定去中環 怎樣走 接著 我也有兩條片 試一試過妖道 很暢順 沒有什麼特別 那些就 如果你要我分析 這條路 為什麼這麼塞 他根本這條妖道 他起的位置 出入的位置 根本都不是放在 疏通的位置 疏通的位置 就是 譬如你用心臟搭橋手術 心臟手術 你踏橋 你中間塞了 頭還沒踏橋 他不是 他在 塞了血管 中間 他踏了血管 中間 他踏了一條 有用嗎 因為你搞來搞去 塞的地方 沒有處理好嗎 沒有處理好 還有 再說回 我不介意這條妖道 你一向 湾仔海皮的規劃 一向都被吊到飛起 你留意一下 很多馬蹄徑的事情 即是湾仔一路 海王妖道 譬如你要去會展 你要走 你一日就經房子 那條路 你去北角 但最慘 如果你要在湾仔 湾仔 湾仔北 你去湾仔南 你去莊治敦島 所以你永遠都是做不到一件事 你去拾新路出來 去舒緩到 告示打道的壓力 你永遠都是利用告示打道 說什麼 根本就是 浪費你不起好貨 這就是純技術層面 有些人不開車 都可能沒有 但我想說一件事 基本上 中環的塞車情況 是沒得搞的 沒得搞的原因 就是 即使這次的規格好很多 最後的結果就是 上通過一段時間 之後更加車多 他最慘的是 是不會上通過一段時間 他現在一天通過一段時間 還會失去 還會失去 但是 整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在技術層面 這次是相當之奇怪的 簡單來說 就是 你建立完這條繞道之後 是不知為何要建立這條繞道 現在很多人在製作這件事 就是 陳華出來說 現在還沒搞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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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看 現在的報紙罵這麼重要 就是 你最近出來 每一件事都很混亂 你只是 在派錢那裡 已經被人罵了 你現在招令直改 被人罵得多了 你又改了又 所以現在看到一件事 就是 我們當年 我們見到港英那時候 那種社會的行政 或者政策 那個水平相差很遠 現在差不多 有新事出來 你差不多想好 他想好 他低至不得了 你派錢都派不成功 你不要嫌我爆速 你派錢都派不成功 你派錢都派不成功 是啊 是啊 喂 不肯用這樣 你賺錢 派錢就是派不成功 都搞到一批市 你真的 市井一點 我免得這麼多分析 還有 你今晚最搞笑的 就是 現在你那些醫護人出來吵 那你不是真的處理問題 你是叫那些藝人出來說 因為真的 我跟他們打氣 就是這樣 喂 我不會在這裡罵錯誤的 因為我社民已經罵很多 我覺得罵來是多餘的 現在 你要先問一個問題 為何政府會搞成這樣 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 為何搞這條隧道 都搞到一批市 我再重申一次 中環是沒得搞的 沒得搞的 原因是甚麼 就是如果你搞得好之後 是會繼續加進去的 所有人都走到中環 所以一定是塞的 這幾次其一 第二件事 這條隧道為何要建呢 這條隧道可以建的原因 不是因為要疏通交道 要疏通交通 是因為 用這些錢 要給這些商工程公司 是 它是為起而起的 現在大部分香港工程都是這樣 為起而起 為起而起 然後呢 動一動幾百億 你們沒有感覺 因為你麻木了 麻木了 但你要知道 對比其他國家 是世界發達的國家 那條數是差很遠的 是啊 現在就變成怎樣呢 有些東西 就好像很先進 哇 動切就一千億 導線幾百億 但有些人是非常之落後的 舉個例子 譬如說 現在你要電腦申請 那個四千元 那個人告訴你 不行的 我們要搞了一年多 你搞過這個program 要寫一年多 那你那個創新科技 叫我們做什麼 你給不給到那些東西 那幾百億 擺到什麼地方 那個program 你給一個 更聰明的中學生 他都寫得到 那你不要那麼誇張 有些聰明的 聰明的 聰明是怎樣 但是你說的是合理 就是 你不是最初 你去年 你去年Promise 派的 你不是去年想的嗎 到現在才想的 還是你不是想好才 對 你不是想好才怎樣派 所以現在去到這裏 簡單來說 這個證明是白癡的 還有 你之前派過一次 你派過一次六千元 胡蘇珍的時候 還有你的答案 給我們是這麼白癡 我當沒有那六千元過一次 那你問一下 你效快點是澳門 澳門連連派 連連派 那怎樣人家說 澳門沒有什麼IT人才 又沒有這麼說 又沒有這麼說 有也是香港過去的 但是別人照樣澳門派 當然人口比較少 以所有的操作 但是現在你說 香港 假假地都是亞洲的國際城市 你現在很多事情 是倒退回第三世界 如果你不罵 慢慢這些事情 就會變成一種建制 為何要舉曼谷這個例子 因為曼谷我是親身經歷過的 事源當年我在某通訊社做的時候 駐港的曼谷 駐港的泰國領事館 就邀請香港報界的代表 去做一些聯繫活動 幾天去那次會 三天 三天 三天都塞了飛機 對呀 塞到那個情況如何 我還沒去泰國 我形容這個叫做 屎屍式塞車 總之你看到是路 屎屍式塞車 有沒有哥德式塞車 屎屍式塞車 你去到那個 如果你是國外人 你覺得是很宏偉的一隻塞車發揮 每天都發生屎屍式塞車 話說那天 他們就是 事館人員 有一輛車 包一輛車 在曼谷市的外圍 就回到市中心 辦谷市外圍 你印象指數會是多少公里 我想由這裏去屯門島 如果你在泰國 就不是叫做遠龍路程 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 七代怎樣 即是請我來 在劇場裡睡覺 但這不是個別的現象 這是他們每天都會遇到的問題 那些空氣會很差 對 塞車會很差 凡是塞車當然是麻煩的 只要塞到這樣 如果我們不吵 如果我們不去改變這個問題 就慢慢會是這樣的 如果你香港塞車 塞五個小時一定會有打架 會的 現在發覺 香港的小型車的車禍 意外是多很多 如果我昨天才會走 我昨天才會走 如果我自己開工 高危 即是高峰的地方 包括我自己開工 就是在九龍塘段的Water路道 臨上獅子山斜路之前 那裏經常性 如果我開工 可能一天 我可能全天都可以 我最高紀錄 看到三單至四單 我數不到 輕微交通以來 如果你有小小記憶 其實在香港以前不是這樣 沒有那麼多 現在我們開車 塞機無神 我也不知怎樣 跟學生預時間 我早前搞一個自速門口 他又是撞車 又不知無故突然塞車 又不是繁忙時間 因為有幾次 前幾個月突然間 為何彌敦路塞到暈 是不知為何 那可能是廟加 裡面有車撞了 塞到出來倒灌 我不知道開車 可能我去葵衝 明明下午龍場到好 可能黃大仙 裡面又有這些情況 我們要從一個正的角度 為何要搞成這樣 是否車太多 為何人不吵 原來很簡單 就是所有人都在曼谷 他們沒有建造公共交運輸系統 就不足夠 曼谷的交運輸公共 是在香港和護應商建造的 曼谷當年就是 突然間換到政府 他又要重頭 再跟政府談過 所以就建造 而且你建造後 因為方便 很多人又進來 慢慢久而久之 這個城市本身 公路負擔不了 但曼谷是很大的 曼谷是很大的 如果我沒有記住 平原便會給香港 一定 但車的數目是不斷增加的 後面的原因 例如我叫Honda進來設廠 我自己和他有個電話 要近距離 車多 路不夠 便塞 後面有一個政治問題 特別是有些計劃 例如有些計劃 是那些人 立立了 如果他們立立了 你不能改 一定是這樣 現在香港慢慢 現在開始像漫畫 例如這些計劃 你不是真正的原因 你不是想要梳到交通 你都不會控制到 是為了建造 起前沒想過 之後怎樣用法 別告訴我 建造後 你還在規劃 這不合理 我懷疑法律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 以前你其實沒得想 但現在有了電腦之後 是否可以做電腦模擬 很多都可以模擬 十幾年前已經說所有的交通燈 所有的交通燈可以用人工智能 為何無法模擬 你交通燈用人工智能來控制燈 十幾年前 你現在什麼科技 你嚴密研究什麼人面辨識 那些是這麼厲害的 那你做車的流略 會的 很簡單 現在會說到電子道路收費 其實你做了人工智能 有些燈 駕開車 早十年八年前 阿加魯街的燈 一開就全部都是綠 一停就全部都是紅 那麽呢 如果順路就很爽的 但一塞車就複雜 真的 為什麽 喂 一齊錄就這樣動 但是你正在塞 那麽 跟著 你的車動一動 又馬上再停 即是你沒有個配套 簡單來說就是 這裏原本是綠 或者這裏是綠 那裏是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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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是空間沒有用的 又或者反過來 反過來 三盞燈來計 一條直路 喂 你只開兩盞綠 最前面是綠 好了 這車動一點 到後面那兩盞綠 變成綠 那一盞綠 才變成綠 那裏是綠 那裏是綠 人工智能 就是不想那裏有笨拆 即是你偷到時間 你偷到時間 你偷到時間 可以疏通到 你為什麼有時候 塞車 你是要交通車 下去走路 哦 原來彌敦道 去豬他咀那邊 多多車 如果你是人工智能 就做到這些 為什麼做不到 一定做到 浪費 暫時給不給錢 而且那裏系統 一定不用三百億 你瘋狂 簡單來說 這些工程 第一件事 就是為做而做 沒有想過 交給那些人做 基本上沒有QC 沒有人想過 沒有QC的原因 這真是老鳳 他真是當SIMCITY 我們玩SIMCITY 你的城市大到差不多 那些路就不夠閒 只要起大一點 SIMCITY就說 我按一按A點去B點 加了 然後電腦變回綠色 人民開心 你不是這樣玩 好像剛才 我經過那個位 那個位置 一定變成交通黑點 糟糕就不會 一定經常有細細 為什麼 那些路 你塞車就好地地 反而 一快起上來 你一快起上來 有個不生性的 好像我那些 不熟路的 左一望右一望 左一望右一望 就會有車 後面堆樓 很容易 剛才我都被人 暈倒在那裡 我不收慢 我真的研究不了 那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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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右 這邊又不可以左 然後中間又 巴士線 我都看不及 所以他應該 就發段短片 大家就 模擬在這個 拍教育電視 就是大家模擬在那裡 插熟 真的好笑 真的好笑 你充滿了太陽能電筒 你明白嗎 知道什麼是太陽能電筒 我們所有機器 都看到太陽能電筒 那裡高速鐵路 是慢走的 我們都看到太陽能電筒 我們說的好笑 但那些錢全都是我們 你只可以拿出來笑 難道怎麼哭 那你醫院裡面 現在怎麼搞 沒得搞 真的沒得搞 那些車使用的地面 都超過 所以剛才我們說 全部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你一天 大家不去直接面對 兩個很嚴峻的事實 就是香港人太多 這個就是一樣 香港的公共工程 現在是變成一個 用來掠水的工程 肯定是這個 你不肯面對這兩個問題 其他衍生出來的事情 是解決不了的 為什麼醫院沒有錢 醫院不是沒有錢 是沒有撥款下去 有撥款就不是去那些 適合用的地方 第一件事就是 根本就不會給你 甚至是減掉 第二件事就算下去 我去年說 因為財政營養 那些是去到醫管局的高層 就不是落到那個 真理用的地方 後面有個陰謀論 就是為什麼 現在香港是要搞到 所有事情都很差 搞到那些人受不了 要移民 然後找其他人來填 這就是這個節目 不斷去說的事情 但我發現 這個訊息 是很多人不想接受的 即是 講了很多技術性的問題 這個政府 為什麼這些政策這麼笨 我告訴你 這個政府 假裝笨 其實後面有一個 很長久的策略 就是把所有事情 有這麼差 搞到這麼差 如果你不肯面對這個現實 就 所有事情都會停留在 那個 即是爭論的層面 是嗎 永遠 即是你 我 我覺得 即是你 你只是說 即是有一樣 剛剛那天跪下了 即是 三歲 三歲 你可不可以講一講 什麼叫三歲分流 他就將 紅歲 和東歲 加價 然後 西歲 減價 即是說 等多些人用西歲 然後 紅歲 和 因為紅歲 加到四十元 即是 大約這個價 同同價 加到同同東歲 同價 即是逼人用西歲 我就是說一件事 等了這麼多年 就是等東歲回購 然後你減價給我 減價給我們市民用 你現在不肯定 收了之後 你加價不得止 還要加上 本身十幾十多元 十幾二十元 每個都便宜的紅歲 然後就逼人家去用西歲 還要補貼 因為我剛剛在找 我還未證實 是不是用東歲 和紅歲 賺了的錢 補貼回西歲 我還未找到 確實的資料 如果是 這個是 利益輸送 是直接利益輸送 現在正在研究 但是 我不用說 只是你的做法 是有問題 是的 我相信這個做法 你擺放在其他 其他國家 就是那個說法 一早就暴動了 不知道 那就看看 我不明白 如果我在曼谷 我都暴動了 你知道 人們上班 早上9時 是4時起床 早上9時 每天 就是曼谷那邊的人 我不如耕田 我不如耕田 4時多起床 我寧願在鄉下 我也不明白 為何要開車 不如走路 算數 不是的 你慢慢變了 你對面的海 真的沒甚麼人差 我前天也有乘搭的士 多口問的士路 我問那邊是甚麼情況 說惡劣了 有幾條路封了 怎樣都會繞回去 疏渡不了 其實香港已經出現這個情況 舉個例 例如山竹那次 過風 或是那天早上 你已經慢慢開始 有這種感覺 就是 去到一個 全城 交通工的癱瘍 你都比走路更好 你一說山竹 又再說 為何不是 早上打風 然後那天是全日休息 我也不明白 早上打風 然後你下午 趕頭趕命回去 做到甚麼 不是 我要討論這件事 如果不是高鑊 大家是不知道 你香港的交通系統的癱瘍 那個結果是怎樣 簡單再說一句 就是 你是寧願走路好 比你搭車的 搭任何車 我就說搭任何車 大家慢慢開始有這個觸覺 就是說 現在是真的出現了問題 不是 我加上 你加上幾個東西 但是東方E的報 他有沒有報紙中線 我不知道 因為發份報紙在外面 他網上版也沒有報 其實沙中線有沒有報 沙中線有甚麼事 就是鋼筋那些 他有沒有說 有 現在還在調查 現在最新的說法 就是田北辰說 加固就行了 不會整個倒 不用 他持有會把標準降低 到射市裏面 是不需要這樣 現在是說 捉籤也搞定 問題就來了 你最初設定的標準 是做甚麼 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的標準是誰設定的 是否地點公司可以自己設定 是否每間公司 他們做的工程 自己都可以設定 他們自己覺得適合的標準 現在整件事都亂了大龍 這個亂了大龍 就是 政府容許這件事發生 如果這樣也沒有事 大家亂來也沒有事 大家全部亂了 國立法會 你應該不斷有議員 動以追問這件事 你過不了那些 總之是過不了 總之過不了 如果你說過不了 你可以說回三水分流這個問題 是的 他收回 肯定是建制派 建制派也不合頭 回購 建制派也不合頭 你先回購西稅 為什麼不是拿幾百億回購西稅 然後就把三條隧道減價 不是啊 如果你說回購西稅 你想三條都正政府 然後你想真的教導人用 東水紅水十元 然後西稅三十元 都好啊 你明白嗎 現在是西稅多少錢 我剛才的貨幣過一個 我的貨幣過一個 剛才 八兜東西 對呀 赤到我 真的 你記得給月費 大哥 賣一次 你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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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 你窮 你窮 我窮 你窮 你窮 簡單說 我們說話很精簡 現在的問題 不是技術性問題 不是技術性問題 不是 整個是一個陰謀 你天真一點 就覺得政府蠢 其實他不是蠢 他只是假裝蠢 其實我個人名言 如果有些人蠢到 常常玩咬你 根本就是在玩咬你 你直接當我玩咬你 但我為何忍你這麼想 你不要常常說他蠢 我現在經常看新聞 看新聞就是 你的香港人能忍耐力去偏忍道 你這麼說 萬局都可以忍 是國民政府來的 現在他們都開始吵 軍政府何時選舉 但是 他那個牽涉了一個很結構性問題 就是 這地和這些公共工程本身 是維持在哪些人的利益手上 那麼 香港慢慢有一種感覺 你香港也不用了 你看那些大型基建 你看那些公司蓋就知道 對 你來來去都是那頸公司 為何會這樣 為何明日大嶼要一萬億 為何要一萬億 香港的財美儲署便宜一萬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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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緣政略上的挑戰 即是那個衝突 還有證實了 現在歐美國國家證實了 你中國佬是不能依他而有的規則玩 而且玩了很多年 玩到別人有些企業雞毛鴨血 你又要 台灣其實是有影響的 為甚麼那些 所以在香港的角度來講 就無論我們自己的選擇是怎樣 譬如說我們選擇是否留在這裡 但這種玩法是不可以永遠都是這樣的 因為後面的結果就是 你會令到有些人的 你令到一些沒有能力移民的那些 那些人怎樣 即是以下台中的說法 他要逼人移民 全部有能力移民 他那個語線門怎樣 就是你不能移民就上大陸 你不回大陸住 他的想法是這樣的 那你是否說 你這幾年可以做得完 我甚至懷疑 所以大家就不要說 這個不是悲不悲觀的問題 這個就是總之 這個世界是會變的 好了 到尾 我們都要做一下 循例一點 就是國際時事 交代一下 那為什麼我一直都不說脫鉤呢 因為我對脫鉤的看法 我跟其他很多人都不同 我不覺得這個文翠山一直很努力 嘗試在找一個解決方法 他是假裝在找 他是假裝在找 是假裝在想 那你就說 那爆大陸怎麼辦 爆大陸就很嚴重 是吧 那邊塞了 即是在英倫海峽兩邊 是爆滿了人 就爆滿了人 只不過問題就是 大家到其他時候 要找誰做這個 要負責的 大家都是眾說紛紋 那現在為什麼他不倒閉呢 也都很簡單 因為我上個星期已經說過了 就是沒有人想在現在這個時候 出來負責的 那麼他也都看到這個局勢 就是 你沒有人想負責 沒有人想挑戰我 那就是彈劾不到 那就是搞我不到 那我就又再拖一輪 拖到看 就是 When the sheet hit the fan 那時候看看怎樣 現在很簡單 就是 任何人出來做 都不會將 給到一個完美的solution 給到英國人 因為大家利益的分歧太大 而且這個利益的分歧 不是一下子 可以說哪個派 哪個派 瓜都看到你的報道 是其中一個選擇 是可以再公投多一次 當然會有做很複雜的 我已經答過 是不可能有第二次公投 因為文翠山也答過了這個問題 就是第二次公投會引起國家分裂 很簡單 就是上一次贏了那班 都會出來 他現在不出來 現在說明 如果你第二次有第二次公投 那班也會出來 如果英國人又有第二班人出來 就不像上一次公投 那麼簡單 就會出現 好像法國王貝心 那樣的事件 那班人出來會打 會啊 OK 這是第一問題 第二問題是 現在美國 這個民主和共和兩黨的對峙 是怎樣 因為現在搞到政府停敗 停敗已經破了紀錄 這件事是會繼續拖 很簡單 因為特朗普看這次 就不能跪下給民主黨 因為跪下下一浪 就彈下他了 是 他在這裏要贏 一定要保持他的民意 所以他不理會拖了幾下 總之他要想辦法 搞到民主黨是沒有一個形象 說他們贏了特朗普 所以他們會拖下去 看看到時候拖成怎樣 所以特朗普現在擺出來的態度是無奈的 他要贏民心 他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他不會給到一個很明顯的讓步 給到人看 特別是他給了一個感覺 就是他怕他怕民主黨 第二件事 他要將所有 在那個形象上 就是民主黨是盜刺今次這個stand off 的原因 大家是欠在那個天界的那個 那一面牆 那一面牆誰給錢 那詳情我們不說了 可能將來有機會 等事情結束了 我們再說 第三件事就是 以色列開始跟伊朗打 打的意思不是直接打 是在伊拉克那裡打 不是伊拉克 是在敘利亞 這個也印證了 我一直以來的看法就是 美國其實已經在問他們那個 吳角大廈 有一個選擇 就是要跟伊拉克打 美國軍方有點抗拒 伊拉克有核武 話說有 但是其中一個武器不需要核武 它封鎖了整個火墨之海 因為那一封鎖 大家不能出油 大家不能出油 因為美國人又想封你海口 但他也可以自己封鎖它 它可以簡單地暴雷 就是暴雷 暴雷 暴雷 大家要在這個問題上 但是 對於特朗普來說 如果他做到這件事的話 即是做到這個 對 所謂搞定了伊拉 所謂搞定了伊拉 就是 根據以色列的 agenda 伊拉是不可以有核武的 核電廠也不可以有 搞定了它 搞定了它 即是搞定的意思 未必要實施打 可能是經濟 如果談到回來就行 對 到時民主黨大禮物 對 如果他做到這件事的話 美國國內的猶太的游水勢力 就會全力去支持特朗普 對 計算這條數 對 事情的發展結果 是否一言我所料 或者是否做燈神 我對於做燈神 其實我不太確定 因為我覺得如果做燈神的話 其實是會更加多人聽我的節目 就是 因為他一聽你的節目 他從反方便知道 他小的局勢 最好不要這樣 因為有人在做這件事 即是大家爭執 即是大家爭執 不要爭執 但到時都會相信誰 每天都會像大埔Lulu 我不是預言硬脫鉤 但我的預測是怎樣 是到今年的三月尾 大家找不到一個解決 如何處理斷鉤的問題 有件事自己去 結果是 BNO那個最令人 沒有理會 不過BNO就是其他國家 信你就信你 不信你就不信你 沒有辦法 今天就差不多了 因為已經過時過了 很重要 很感謝法國佬 特意按應我要求 我自己也想研究一下 因為本來我自己是路痴 我又沒有什麼 你坐過我的路 你坐過我的車就知道 眼浴蜜就知道 為什麼不斷鑽 但現在有GPS 你不要相信GPS 怎麼會暈倒在那裡 那要去GPS做什麼 有時候GPS 真的有些路 左轉右轉 調轉了 有時候 你去前面兩公里 你先調頭的 其實在隔壁街 已經調頭的 那些是經常出事的 那女的那些聲音 經常怎樣 那女的那些聲音 GPS 轉左轉右 我們盡量做好一點 今晚我也知道 立刻飛過去拍兩條影片 就算法國佬不喜歡這個節目 你也要為他這種誠意 去欣賞 也要求真 求真 我試過問一些做職業司機 他都說我一口抱 我說不用了 你大約說一些古怪的位置 我就拍片走一圈 下禮拜見 拜拜